跟着公民记者参歌的镜头 我们来到高雄县美农镇采收野莲 美农约有6000甲农地 目前有50甲种植野莲 在深度几乎可达一个人高的水池里 采收人员全身都泡在水里 用力把野莲连跟拔起 这样辛苦的工作 在冬天采收的时候更困难 有时候还必须穿着两层浅水衣 才能保暖 采收之后接着要进行掏洗工作 农家表示每天采收的两三百斤野莲 一定要全部清洗包装完成 隔天才能在市场上贩售 青绿色的野莲经过料理之后 上桌就是清脆好吃的佳肴 野莲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 美农当地人士认为 这项特产可以提供当地民众就业机会 包括低劳动力的包装 与年轻劳动力的采收与运输工作 非常具推广性 而公民记者J.D. 则记录下都市丛林里的休息空间 占地广达六万坪的南港公园 里面有湖泊 凉亭与拱桥 入口处的牌坊 传统古典的音乐表演台 丰富的植物景观与水深资源 都非常适合作为教学与休闲的场所 而同在台北市南港区的玉城公园 也有幽静的树林里步道 是繁忙的现代人疏解压力 沉淀心灵的好去处 更特别的是 玉城公园里还有一座相传建于 清嘉庆十八年将近两百岁的土地公庙 虽然目前已经扩建新庙 原有的小老庙也保存良好 若您空闲的时候来这里走走 不仅可以放松身心 更能重新温习生活